武漢肺炎的疫情冲击了中国经济 本来春节是观光旺季 今年全部泡汤了 大摩预估这个疫情将拖累中国 2020年上半年的经济成长率 他预估大概会下滑百分之一点一 同时不只是中国拖累到他们中国自己的经济 甚至会拖累全世界 因为现在的中国已经是在全世界的经济体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目前的中国大陆的经济占全球GDP 占比是百分之十六以上 所以中国打喷嚏 全球经济是要感冒的 大家都会被拖累 无意幸免我们台湾也一样 那这回的疫情起源 跟2003年爆发的SARS疫情一样 都是野味惹的货 怎么就这么爱吃野味啊 到底野味有什么好吃 而且现在在中国大陆 他们野味市场到处泛滥 而且卫生状况堪忧 其实在中国大陆 他们是有一套法令 在规范这个野味市场的 他们有合法可以吃的某些部分 但是大家偏偏喜欢吃不合法的那些 很罕见很少吃得到的那些 那么也因此爆发了今天看起来非常恐怖的疫情 到底这个野味文化又是如何 今天的大世界话题我们带您快来看 好我们首先来看经济面 这个是经济冲击面的部分 其实现在看起来很多的经济学家有不太一样 他们的一个经济的一个指标来算 但是我们来看看这个是直接看到他们讲 很多人形容说把这一次的疫情拿去 跟2002年底到2003年所爆发的SARS 那个时候冲击的经济来做比较 我们看看当年的SARS如何冲击经济 然后看看这一次的疫情会怎么样影响经济面 好我们来看到2003年的SARS 那个时候冲击到中国的经济 在当年第二季的GDP爆发了之后 然后大爆发延续了好几个月 哇有人死 哇有人感染 哇这个疫情很恐怖 到处肆虐嘛 蔓延到全世界 好所以在第二季的GDP马上荡下来 降百分之二 百分之二 这是多恐怖的一个数字 所以我们看到了那是对经济的重创 但是很多人形容说 到了如今你看已经隔了多少年了 隔了十六七年了 如今的经济状况跟当年的经济状况 那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当年你当了百分之二 但是呢你要不要忘记 当年的2003年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的中国经济是什么状况 一飞冲天的状况 那个时候呢是做喷射机往上的状况 所以呢那个时候大家形容说 虽然当下呢影响了百分之二 但是在接下来几年很快的哇恢复元气 中国经济又蓬勃发展 但是有人想说这回不是哦 别忘了中国现在经济面临到了好大的危机 首先中国的经济已经从高速飞涨 进入了高原期 高原期的同时又接受了美国的重磅打击 所以呢又中美贸易战 现在的中国经济已经不是哇正在一飞冲天的状态 现在中国经济已经有一点点蛮危险的 然后砰疫情又来了 所以呢现在大家都说对于这次的预估 嗯大摩给一个数字哦 大摩给的数字是说 可能在这个第一季上半年 整体的中国的GDP可能会被拖累百分之一点一 但是大摩的报告当中也写了 这是非常非常保守的估计 而且呢他是说大约 他抓的一个这个预估是说三四月 疫情要控制住 所以才影响这样 如果疫情一直没有控制住 哦他说那这很保守 可能要再往上加上去了哦 这个是大摩初步的估计 不过呢目前为止我们眼见看得到的就是 春节商机通泡汤了 呃过去大家会形容说 呃这个华人过年一定就是要南来北往返乡 然后大家形容说那个是地表上 呃最大规模的人类迁徙的运动 因为呢大家都要回到家乡去过年春运嘛 哇然后呢春运这一趟 呃回家花很多钱啊 你票要不要钱 要不要吃饭 呃回家乡去之后要不要光要门楣 买点礼物 然后要不要大家聚餐 呃这个外头消消费 然后呃春游一下这个走春 然后呢到这个邻居亲朋好友家里头拜年 呃这些都是商机都要花钱 但今年呢中国宣导不走春 不拜年为了你的身体健康 所以呢他们说光是在中国的旅游业 已经损失了五千多亿的人民币 这是保守估计哦 另外像饭店业像航空业博弈业 邮轮全部重创观光相关的全部没有了 还有人讲二零二零年恐怕因为这个疫情 GDP成长率保六非常困难 但是呢对于习近平他有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经济目标 十三五计划收尾就在二零二零年 当年十三五计划哦呃那么刚推出的时候呢 呃那个时候呢给了一个目标 在二零二零年要达到就是呢 GDP的数字要翻倍成长 但如今呢我们来看本来二零一九年 哎算得好好的 二零二零年也不用保六啦 GDP成长率只要百分之五点六以上 哎OK可以达成这个小康社会的一个目标 但是呢现在被疫情打乱了 本来安排好的数字 如果保六没有 如果连保五点六都没有 那这二零二零年的翻倍经济目标 哦恐怕要梦碎了 所以现在就端看这个疫情能不能很快速的 快一点控制住 让习近平他的中国梦可以继续的往前 但是呢我们来看 大家一直用当年的SARS来看经济层面的影响 刚看到是中国层面 那接下来带您看世界层面 呃2003年那时候的SARS 同样的是蔓延到全世界 很多地方呃都有这个SARS的案例嘛 那也拖累了全球经济 但是当年当年的中国占全世界的一个经济占比 没有如今来得大 也就是说当年中国拖累全球经济的状况 不会有今天来得大 我们来看在2002年2003年的SARS 那个时候呢呃中国的GDP 1.5兆美元这占全球经济只有百分之四 但如今不是哦呃今天的中国呢占全世界经济 是很重要的部分了 我们看到二零一九年的数字哦呃这个中国的一个全体的一个这个呃GDP呢占到了全球经济的百分之十六十六以上 还有另外一个数字说已经占到五分之一五分之一是百分之二十的概念了所以呢我们看到联准会啊联准会今天开了他们的利率决策会议 虽然还是按兵不动但是联准会主尔豹尔已经站出来说了说他高度关注他在观察中国的肺炎疫情 因为他认为这个疫情如果持续扩散没有办法好好的遏止的话将会严重冲击到全球经济 二零一六年是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 从二零一六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定调二零二零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喊出GDP要比二零一零年多一倍 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速是做不到的 根据测算只要中国大陆二零二零经济成长率有百分之五点六的增速 就能达成GDP十年翻一倍的承诺 但如今武汉肺炎大爆发各种美好预期顿时悬念重重 病毒的传播力似乎有所增强 现在疫情这种一个比较严重复杂的时期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春节期间持续扩散 中国经济已经受到5550亿人民币旅游市场冲击 根据专家计算如果再加上以2003年 SARS疫情的经济损失来算 2020第一季恐怕还会再受挫5000亿人民币左右 算一算中国共将损失超过人民币一兆元 等同中国第一季GDP成长率很可能会出现零成长 大模也预测 2020上半年中国经济成长最多也只有1.1% SARS爆发的2003年中国占全球经济才4.3% 2019年则攀升到了16.3% 武汉肺炎和SARS对全球经济冲击已经不可同日而喻 因此中国经济成长若真的挂淡 全球将无一幸免 特别是旅游产业 中国2019年出国的观光客达到1.34亿人次 全球最多 如今北京寄出寄牛令 每了中国客 包含日本 泰国 越南等国家都将严重受挫 美国联总会即使认为 美国经济渴望维持温和成长 但随着中国武汉肺炎疫情蔓延 联总会警告全球经济都在风险之中 拥有全美最多中国航线的每年航空 已经宣布将暂停往返中国的航班 苹果公司也开始限制员工去中国出差 至于在中国深耕二十年 全球最大的连锁咖啡店星巴克 也宣布关闭中国将近一半分店多达两千家 然而中国市场占星巴克全球营收大约百分之十 将承受重大冲击 美国总统川普日前已向中国喊话 表达将伸出援手 不仅因为美国也出现武汉肺炎确诊病例 全球股市已经纷纷重挫 原油价格也暴跌 一旦疫情迟迟无法控制 不只为各国人民健康带来风险 全球经济的动荡也将直接冲击 民众荷包 三地新闻传得不到 好 我们刚刚看到了 受到了经济层面的冲击 那么继续我们带您来看到 其实这整体疫情的起源 就来自于中国的传统文化 就是很爱吃野味 当年的SARS的起源 就是因为爱吃野味 结果事隔十多年 怎么还是学不乖 就这么爱吃呢 我们来看到当年的2003年 2002年的SARS起源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说 是在广东的野味市场当中 果子梨 当年的广东生情市场的果子梨 后来说要还果子梨一个公道 因为是蝙蝠传给果子梨 果子梨在传给人类的 但无论如何 这都是野味嘛 对不对 都是野味 所以呢 太爱吃野味了之后呢 这样的一个病毒 就开始变种变种 然后就变成 本来是动物动物之间的一个病毒 到最后变成传到人身上 传到人身上之后 再变种变种 变成人传人 这样的一个病毒了 这是当年的SARS 但是呢 没有想到有SARS的经验之后 中国依旧这么爱吃野味 以至于这回又爆发了 新型的冠状病毒 一样是野味惹的祸 这一回呢 是武汉的华南海鲜市场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动物呢 目前还没有确切 但是呢 怀疑 反正确定是野味啦 那是哪一种动物 现在在怀疑是竹鼠 或者是欢 这样的一个野生动物 那因为也是这个野味嘛 所以呢 中国当中这个政府呢 立刻做了一个 紧急处置措施 就是1月26号就宣布 中国全面禁止野生动物 这个野味的交易 但是他说暂时 他说呢 全面禁止到疫情结束为止 疫情结束为止 什么意思 疫情没了之后 你还是可以吃 还是可以买 还是可以卖 哦 干嘛这么爱吃 Facebook不吃会死吗 那现在我们看到 这个华盛顿邮报 就直接写了一大篇 好大的社论 就讲了说 你不吃到底会怎么样 一定要吃吗 为什么没有从SARS的疫情当中 学到教训呢 如果你当初 在SARS的时候 你就完全杜绝 大家别吃野味了 阻断了 这所谓的地下市场 黑市 不让人家买野味吃 就不会有今天的新型冠状病毒 你搞得还要武汉封城 搞得好像武汉人变成了十二不赦 大坏人一样 怎么那么倒霉啊 出生在武汉很衰吗 所以呢 我们来看到了 怎么会这么爱吃野味啊 好我们来看到了这回 在这次引发了这个争议 也就是疫情的起源地 在武汉的这个野味市场 那它其实是一个海鲜市场 但这个海鲜市场当中呢 它有非常多的野味摊 那继续我们就要带您来看看 其实野味刚说了 为什么它暂停贩卖 因为在中国它其实是 可以合法贩售野味 很奇妙吧 他们可以合法贩售的 那它有一个法令 我们待会来看 但先带您来看看 到底野味是吃到哪些东西 这是一张 我们从网路上捞下来的 在大众畜牧野味 这家店叫大众畜牧野味 然后呢 你看它的地址 就是在这个武汉这回发生 这个野味导致疫情传染给大家的 这个你看湖北武汉市的汉口火车站 华南海鲜市场 然后呢 在这个海鲜市场当中的一摊 然后呢 你看这一摊居然写怎样 活杀献仔 速冻兵先 送货上门 而且呢 它还代办长途托送 在武汉 这个杀给你 然后你说你住北京 没问题 我帮你快递给你 长途托送都可以 我冷藏帮你送 然后还有很多支付方式 你看支付宝也可以 微信支付也可以 随便你啦 然后一大堆的这个账户 你看 多好买啊 我这个人在家中做 我想吃野味 我上网点一点 然后支付宝付一付 然后野味就送到我家来 我就煮一煮 吃野味了 那这野味很荒唐 我觉得 这种东西到底是有什么好吃 我们来看看 我们先挑最贵的看 哪些野味最贵 活孔雀 孔雀不是动物园吗 结果呢 大家还想尝尝 它什么味道 孔雀 一只要五百块人民币 孔雀肉 活给你比较贵 你孔雀肉 你说买一块 OK 一斤 三百五 另外呢 大雁也可以 那还有什么火鸡 这种比较正常 我们来看你不正常的 不正常吃什么 你看吃蝸牛 这个法国人喜欢吃蝸牛 这合理 但是吃一些蝸牛 这合理 好 然后来吃一些 看一些不合理的 要吃什么 刺猬你也吃 你不怕吃到嘴 然后呢 小狼仔你要吃 果子梨 这个SARS你还敢吃 还卖很贵 然后呢 我们来看看 往下还有一个最贵的 最贵在哪里 我们来看有个六千块 在这里 小活鹿 居然吃小活鹿 然后呢 一只要六千块人民币 然后呢 还有什么鹿腿啊 鸵鸟啊 鹿啊 鹿鞭啊 然后呢 一大堆这个 我有些你可能动物园都看不到的 这种野生动物啊 那么在这个当中 你看他 我们看枕章 你来看看 请导播给我们看个枕章 你看有多少种 非常多种类 你想到的 想不到的 都可以买 然后他告诉你说 你就点 然后你点了之后 价格透明 我也不坑骗你 就价格透明 你要什么 我就直接献杀给你 然后呢 帮你冷冻 快递给你 多好买 很简单 觉得很荒唐对不对 那我们就来看看 中国大陆的法令 到底是怎么规定的 好 它的法令规定呢 是说啊 这个野生动物呢 它有一些特定的状况 它是可以贩卖的 好 那我们来看 什么样特定的状况 比如说 你要得到经营利用许可证 然后呢 这个经营利用许可证 你要怎么样去申请呢 它不是说 你可以到山里头去随便打 这个中国的一个规定是说 你可以养野味 你想吃是不是 你想吃鹿是不是 你养尾要吃路边哦 你吃 但是呢 你要去吃那个养出来的 你不能吃山上打下来的 所以呢 它说你可以哦 你就去养吧 然后呢 它只允许五六十种 不是那种非常稀有的动物 五六十种你可以吃 像鹿你就可以去养 那你养了之后呢 你要吃你就吃 因为反正我养殖的出来 然后呢 可以用科学研究 人工繁育 公共展示啊 这些反正有一些特定的 一些需求的 或者是你要入药 有一些很稀有的东西 什么路边 其实也算是一种中药药饮嘛 那很多一些稀有的东西 什么穿山甲呀 犀牛皮呀 那些其实都是中药当中的 某一味药嘛 所以呢 因为有这样的传统 所以呢 中国就规定了五六十种 它列出来 那这些有办法人工养殖 那你养殖的出来 你就可以贩售 OK 但你会得到一张 经营利用许可证 然后呢 你要卖这些东西呢 你一定要去有 简易合格证明 然后你就可以去卖 这样子的所谓野味 好 但是问题来了 大家认真会去 申请这个许可证 好 我有一张许可证 但我卖的更多 我不只卖人工养出来的 我还去卖一些 不太可以买的 比如说呢 我虽然有证 但我就去卖一些 山上偷打回来的 我就放在底下 在摊子上放的是合格的 那你要卖一些 这不合格的 我从下面拿出来 给你OK的 所以呢 我们来看到 很多人哦 虽然中国规定说 有五六十种 你可以去用养的方式 可以吃 但是呢 大多数还是从野外 偷偷捕猎回来的 所以呢 其实这些 所谓的黑市 所谓的地下交易 这个部分呢 恐怕中国政府 很大部分是 管不到的 那么因此呢 我们就看到了 这个野味交易 现在也被大家诟病 认为中国应该要 好好的 管一管 这个野味交易了 不要再让这个野味 又开始酿成 非常大的一个疫情 好 那继续就说了 为什么这么爱吃野味啊 是有多好吃 其实呢 老实讲 这些野味哦 通常不太好吃吧 你说什么穿山甲 它肉会好吃吗 孔雀它肉会好吃吗 我真的不相信 但是呢 最早最早啊 是因为大饥荒 所以呢 这个 民不聊生 没东西吃到 山上有什么东西 打来就吃 到了后来呢 变成有中药 很多人吃野味 是要补身体 那通常都是补羊尾 是有多想要在床上 不知道啦 从振雄风 以形补形 吃一大堆边类 虎边路边 去吃人家一大堆动物的鸡鸡 觉得自己很厉害 然后呢 我们再看 有一些好奇心理 他们觉得说 你看我就没吃过孔雀 我来吃吃看 然后觉得哇 自己好像很厉害 吃过一些 人家没有吃过的东西 所以呢 到底中国所谓的野味文化 会酿成什么样 很恐怖的一个灾情 带你快来看 2003年SARS病毒从广东爆发 专家认为全市野味惹的祸 人类的SARS冠状病毒 可能来源于国子里 如今2020年 新型冠状病毒 疫情大规模蔓延 野味仍被认定是最大货源 那么从现在来看呢 它的来源就是 这个早期就是这样的一个 海鲜视察销售的 可能接触的 这个野兽动物 眼看野生动物 有极大可能就是病毒来源 中国政府则已经宣布 禁止所有的野味交易行为 包含传统市场 超市餐厅和电商等平台 要直到疫情结束后 才能恢复买卖 只是官方暂时的禁令 则引发了外界 不少质疑 机械专家一再警告 从SARS到这一次的疫情 中国显然未能学到教训 先知出中国人民 对野味的情有独钟 市场上各种野生动物 应有尽有 包含山腔 水踏 野猪 野兔等动物 特别是中国饮食 讲究鲜媚不少人认为 野生食材味道好 加上中国吃补文化 以及有钱人为了优越感 爱吃较少见的动物 因此市场为了满足需求 更大啦啦贩卖新鲜活涕 当场给客人杀生 周遭环境卫生条件不足 当地人也见怪不怪 要买野生动物价格 当然不菲 包括小活鹿 六千块人民币一只 活脱鸟则人民币四千元 还有活孔雀 活斗鸡 甚至活蝎子 都是一只五百块人民币 加木表上还有狐狸 松鼠 刺猬或者蛇肉 等一百种动物 可以看出商机无限大 甚至有业者 还会违法捕捉 保育类的野生动物 警方形容 许多野位业者宛如毒贩 不顾处法 即使野生动物体内 满满病菌 不管猴子 狮子还是穿三甲 活桌死桌 样样都要拿来卖 中国不少地方爱吃野味 造成多次新型病毒扩散 但吃野味国家到处都有 因此专家呼吁 野味禁令不该只有中国实施 为了人类健康 特别是现在非常时刻 各国都应该一同跟进 三地新闻 成了不懂 说线红政策 他们这些人不是无论好 在货选